我刚才没有自我介绍过 因为我是罗琪 我是超羽精力蔬果汁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超羽健康事业 超羽精力蔬果汁 我们早期也出过非常多的蔬 我们在生机采叶已经努力了11年 那因为努力了11年 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我们流众的生机的这个食调的 就是说蔬果汁呢 因为我们比较着痛在 就是说控制它的生菌跟除染的部分 那我们觉得说你要吃 你要做食疗的话 你的蔬果汁一定要非常的安全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呢 我们当然努力了11年 这当中当然是 其实在台湾 从事这些产业都是 我想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 那跟欧阳老师 我们等于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而努力 那到了今年的时候呢 大概在5年前 那我认识了楼上的就是美绿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健康餐厅 那他们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努力的成果 专利的东西 这个可能大家也看不到 我们蔬果的东西还很好呈现哦 这些东西就是蔬果啊 你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画面 可是呢 他们在他们花了张继 其实他们也是将近快10年的时间 他们很努力的就是发展了一个专利技术 其实就是细化的技术 西化的技术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开始要闹粮食荒了 为什么粮食荒 因为你气候的关系 土地的关系 污染的关系 你是不是还能够种得出这么多真的食物 那我们如果 我们要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第一件事情是从减少浪费开始 减少浪费除了我们一般现在想象得到的环保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食物 它是可以食用的 我们如果能够在它的处理方式上面有革命性的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天丢掉的蔬果果皮啊纸啊 其实大概是百分之4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概去计算过 所以在楼上美律他们呢 他们就发展了一个技术叫TFL的细化技术 它可以连大豆的皮跟就是连全果一起去细化 细化就是弄得很细了 就是弄得很细 因为以前大豆的皮为什么用大豆当做代表 因为大豆的皮在过去几千年是大家不太拿来用的 因为它的纤维太粗了 你即便怎么样子细化 就磨碎的方式它还是纤维太粗 胃不好的人吃了之后会挂胃 它不容易被消化 那因为经过这样的细化 它把那个细胞打开来出多变单细胞 那个细化的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 那因为这样子皮是不是就增加了百分之 如果是以大豆来讲 它就增加了大概百分之四十的使用率 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使用率 然后用的胡萝卜 用的南瓜这些根筋类 也会增加百分之四十的使用率 也就是说你本来没有这个技术 你这些皮啊这些籽啊 你是不是都丢弃掉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新华技术之后 它就可以用 因为这样子呢 那个很多食物的纤维 还有它的营养素被保存下来 那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技术之后处理了原料 它就可以拿来做面包 可以拿来做餐点 而且呢它容易被 就是它容易被分量化 后来如果我们在做食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工具 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要 比较聪明的DIY 跟聪明的料理的话 我们需要很多很好的工具 那我想说因为今天呢 就是很难得是因为欧阳怡老师 他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的难敲 今天是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他今天刚好在国内 他明天可能就不在不在台湾了 那因为他一直他的时间非常 他真的是很难的 今天能够来这里为大家现场做示范哦 那他示范的这整个的一个就是 你在这过程当中料理的过程 整个料理的过程 那大家先知道这个料理的过程 跟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的美味之后 哎你就会有信心觉得说原来健康是可以 这么美味的不一定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你健康的东西好像我听有些妈妈讲说 哎呦我那个那个小孩一听到健康的 他就第一个就那一定很难吃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就有就是突破这个观念 就是健康可以是很好吃 那未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就是说 我们会我们会再教很多的 就是食物调理的方式跟过程 那我想是说因为今天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平台的建议这个学习育成中心 是因为我遇到了美绿 然后我们我们已经认识快五年了 那我们经过五年 大家一直的一直的各自的努力 在今年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中心跟平台 那真的也很非常的感谢 就是说非常感谢美绿 然后那美绿的董事长 他也他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这个 食物处理的小心得 哎那个郑董 欢迎各位 谢谢郭阳老师 郭阳家族 应该讲郭阳家族 其实美绿公司在几年前 研究这一套我们的所谓的硬化技术 而硬化技术它就是 把真实物把全实物 整体做成的棉料 那我在这边让各位稍微了解 其实美绿成立的时候之前就像刚刚 华总所说的其实树林就已经在接触了 可是这次食安带来更大的 一个所谓的动力 大家加树 其实这是我想也是老天爷帮忙啦 那大家这么样的认真 我想这些一定会有戳获 其实我稍微讲一下 所谓我们现在的硬化技术 硬化技术它其实就是一种 异体装的的食物 那这个食物很特别 比如说我简单介绍一下大豆 谢谢大家